我今天直接來IDOL的工作室 在化妝今天要化IDOL的童話妝容 今天預約的這間化妝工作室 阿露最有名的就是負責韓國女團具IDOL的妝容 而我今天預約的是這位老師 像這個這個這個都是老師的作品 坐到這個位置像我簡直興奮到不行 有一種美夢成真的不真實感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桌上的化妝品 還有這邊的 化妝跟頭髮一樣前面都會先由助理幫忙做 這裡老師拿了一把超像蛋糕鏟的東西 重複把粉底鏟起來推薄 鏟起來再推薄 然後用粉底刷很薄很薄的刷在臉上 化妝這一天我嚴重的睡眠不足 所以黑眼圈特別的深 老師幫我上了一點橘色 校正我的紫色黑眼圈 然後用更小的刷子做細節遮瑕 然後用更小的刷子做細節遮瑕 我剛好是說我想畫米妮的這個妝容 老師先用蜜粉在眉毛簡單定妝 接著就開始畫眉毛了 上下眼皮都先打上Urban Decay的眼部打底 然後用MAC的Wedge眼影 老師畫眼影的手法是從眼頭到眼尾 平平地刷 從最靠近睫毛根部開始 一點一點地往上淹染 然後用MAC的Soft Brown 畫下眼影 一樣從眼頭一段一段畫到眼尾 接著用DASIC巧克力盤 疊在雙眼皮折上方 用MAC的Quark加深下眼尾 我發現其實GIDOL的妝 只要是比較重的眼妝 都很喜歡加深下眼尾 老師畫的眼線真的超級長 快比我平常畫的還要長了 不過也是因為明妮的眼妝比較重啦 來了來了 睫毛魔術大秀來了 果然韓國女團的標配還是iMe33號 接著老師拿出阿魯超粗睫毛的髮寶 睫毛膏 老師會不停不停地刷 直到每一根睫毛都併在一起 而且變得很粗很黑 接著加熱木棒整理一下睫毛 燙完真的差蠻多的耶 然後用深咖啡色眼線筆畫下眼線 但老師只有畫前1 2分之1而已 然後用YS這排裡面的珠光色 疊在雙眼皮折上方 也就是眼睛睜開後看得到的位置 然後老師拿一個超冷門的修容棒來修鼻子 然後老師用一個眼影幫我修髮際線 上完粉會再用粉霧暈染開來 先抹一點在下唇 然後用唇刷沾產品描繪剩餘的部分 注意這裡老師疊亮片的位置 是眼睛睜開後眼珠正上方 不會疊在雙眼皮折內 老實話腮紅的方向蠻奇怪的 它是有點往下刷 但用淺蜜桃色上在我的眼線跟腮紅連接處 我猜是因為我的蘋果肌跟LEGO太凹了 這裡刷的打亮很淡 不會很明顯 最後簡單刷一點蜜粉 我發現老師幾乎沒有給我上太多蜜粉 這是什麼IDOL防脫妝大法嗎? 先墊一層衛生紙再戴口罩 然後就下樓去弄頭髮了 最終跟衣服的暴力 都問題是在下樓上 由於這次的三角色 都沒用來 片尾宝 早送給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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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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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1 11 11 12